开遍全美47周一年狂赚百亿。熊猫餐厅如何在美国立足? 蓝色夏威夷定制旅游。在美国生活过,工作过的小伙伴们,一定多多少少都听过,见过以及品尝过这样一家画风独特的中餐厅,暖色调的外观,前进清爽的落地玻璃,一只呆萌呆萌的熊猫则在餐厅招牌上凝视助你。 走进餐馆内部,等待你的则是可以随时盛取的,用不同圆盘分开放好的菜品,还有和传统中餐馆截然不同的整齐明亮的店面大厅。 没错,它就是美式中餐的地头蛇,熊猫餐厅,Panda Express。 如今的它已然拥有2000多家分店,23000多名员工,还开遍了全美47个州,一年就能狂赚百亿美元,完全碾压美国本土品牌汉堡王。 不过,熊猫并没有停下它扩张的步伐,而是以每三天一家新店的速度继续在全球疯狂地开疆辟土。 连美剧中都随处可见熊猫餐厅美食的身影。 熊猫餐厅的创始人是一对华裔夫妻,他们评注在餐饮业上的成功顺利积身华人富豪百强榜,身价也早就超过了30亿。 不过,在前不久的一次采访中,他们却明确表示,熊猫餐厅会立足北美,进军欧洲、亚洲和中东,但不会考虑在中国开设分店。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熊猫餐厅又是如何在美国立足的呢? 可是为什么它能在美国如此火爆,却不打算回故乡发展呢? 没想到这只熊猫军还挺傲娇啊。开餐馆的家族基因。老板的父亲原来曾给蒋介石烧菜。 1947年,熊猫餐厅的创始人之一程正昌出生在浙江杭州的一个厨师世家。 他的父亲程明才烧得一手很好的江浙菜,还曾给蒋介石掌勺。 虽然从小就受到中华传统厨艺文化的薰陶,但成正昌一开始并没有子成副业的打算,而是对数学情有独钟。 年轻时的程正昌。 程正昌18岁时便远赴美国求学。 他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数学系获得了硕士学位,还结识了未来的妻子,同样在密苏里大学攻读电子工程系博士的蒋佩奇。 1973年,程正昌举家移民到美国加州的帕萨迪纳市。 为了能在美国站稳脚跟,养活一大家子人,程正昌和父亲商量在三,决心充分发挥家族优势。 在当地开启了一家名叫巨风园的中餐馆,让父亲和母亲做餐馆大厨,自己则担任起了经理的角色。 如今的巨风园作为熊猫餐厅的发源地依然保留住,并被改名为Panda Inn,整整十年才开第一家分店。 这只熊猫靠本土化和人情未取胜。 可惜的是,刚刚开业的巨风园却没有办法吸引到很多的美国本土顾客,生意一度十分惨淡。 程正昌清楚地记得,开业第一个月巨风园的营业额只有12000美元,除去餐馆经营成本,几乎所剩无几。 生意最糟糕的时候,餐馆从早上到晚上八点钟,居然连一位顾客都没有。 而这一切,都让程正昌开始反思中餐馆的传统经营方式。 内容未完结,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 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Words at WeChat Line SNS。 美国又打出2000亿关税牌,中方这300次声明暗藏玄机。 回应美国制裁,俄罗斯1月时间抛售手中半数美国国债。 特朗普对中国加征关税。 美国网友怒了,他真是不遗余力搞垮自家经济。 美加开私,加拿大人去买美国货其实还是有很多替代品的。 美媒,没有证据表明,关税能够阻止中国进入更先进的工业领域。 中企或参与格林兰机场建设。 急坏丹麦政府,美国会不高兴。 新款iPhone或受中美贸易战影响,库克这下不淡定了。 金砖支付奥尼尔,G7几乎别无他用,G20才是主角。 日媒,中国实施全球品牌战略。 海外商标注册数猛增。 比肩美国,中国呈世界杯赞助大户。 个性奈吉利亚对球衣亮相世界杯,最丑!最潮! 三分钟卖出三百万件。 今日科技。 今日科技。